我先把那个倒数自习关掉 你先选一幕 好 好 这样子应该有了 有了 好 那我这边的话 就是要讲的是Codefax在这一次的 那个黑客松的成果这样子 然后非常感谢今天的参与者 然后我们在五点的时候 截至五点 我们有63则的新的Codefax回复 以及309则的新回应被就是有评价了 这样子 对 然后我们非常感谢 由Peggy Lin ASDFGH 然后4000 UIEMWT MrRZ 跟 是我 然后还有Volunteer 然后就是来协助写新的回应 以及就是同样的UIEMWT ASDFGH Lin 4000 边缘人 以及直号 来帮这些已经写好的回应 做有用或者是没有使用的评价 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的话 就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位前端工程师 Kiki 然后他协助就是修复了网站上面的一个bug 那这个bug是这样子的 就是在现在Codefax网页啊 其实你点这个回应的这个URL 这边有一个连结 就是等于是回应的PromoLink的话 你会进到一个所谓的回应的页面 那这个回应的专门专属页面的右边呢 你会看到说它其实是会列出其他的相似的回应 可是问题是在这边 它等于是这个title是写错了 它把它就是我们这边原本的production 建在网站上面是物质层相似可以讯息 然后现在的话今天就是Kiki帮我们处理的 就是把这个东西终于把它证明回相似回应 对然后目前是在staging的server上面 那之后才会之后大概是下个礼拜 我们会把它deploy到production上面 对然后我们非常感谢Kiki来协助做这件事情 然后再来就是Fly他今天回报了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有一个消息讯息啊 就是说就是有人在张贴广告回应 然后就是就是有一则回应 其实就是跟跟讯息无关 然后他就直接就是打广告 就打广告 然后这边的话顺便介绍一下 Coflex针对这种广告回应啊 就是或者是就是张贴这些 就是不欢迎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的处理方式 那处理方式是这样子的 就是第一个是我们其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有公布所谓的使用者条款 那根据使用者条款一之六的规范 其实我们是有讲说 如果是有广告投放 或者是恶意文章违法的状况的话 我们是可以直接 这个Cofax working group 可以去直接去进行广告内容的删除 所以像这个地方我们就直接在 可是我们在删除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在这个 Cofax slash takedowns 这个 repository做公告 所以像这个 repository是我们放蛮久的 我们从2020年就开始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是参考的时候 GitHub在做这种 DCMA takedown跟 GOV takedown的时候 他们都会把这些 就是这个处理的机制 处理的状况 把它公开的放在takedown的 他们的一个 repository里面 那我们这边也是一样 对把它就是放在这个地方 所以等于是说 我们就针对这个东西做删除 那其实这个 repository里面 有一些其他的状况 例如说会有人寄信跟我们讲说 自己各自被公开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也会记录说 那我们其实是评估了说 这个讯息确实不是一般的转传讯息 或者是它真的不太具有 就是它就是私人的东西 跟公共利益无关的话呢 我们就会进行删除 所以例如说像这篇讯息 我们是直接下架的 对 然后当然也有就是更广泛的广告的部分 例如说像这几个使用者 它其实是同一个使用者 对 然后我们这边就做了一些机制 就是直接去侦测 然后其实就是自动的补货 就是这些这些 这三个使用者所发的所有的广告讯息 然后把它去就是做一些删除 然后也一样我们每一篇的删除的东西 都会放在这边做公告 这样子 那最后就是我们今天感谢Fly 协助回报这个东西 最后的话我们想要分享一下 就是Cofax的TW 斜线Analytics一直都会放着我们的 就是整个网站的使用状况 那可以大概看一下说 在大概5月1号开始到6月的使用量 确实是有上升的迹象 因为有疫情的关系 像原本可以看到说 大概每个月 每一天大概是千人左右的使用 在5月20号的时候 有到每一天1万人左右的使用 这样子 那其实也希望说疫情仰快趋缓下来 这样子的话 大家也比较好 对 好 那今天的报告就这边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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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